天氣報告 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香港今早受到低壓曹影響 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首先看看衛星圖像 現在和低壓曹相關的雲帶 只是覆蓋著華南地區 所以預計香港今日的天色都會比較多雲 至於雨勢方面 看看雷達圖像 現在仍然有不少雨區影響著廣東沿岸 而且有一個比較有組織的雨區 是慢慢由珠江口這邊挨近香港 所以預計香港今日會減中有雨 初時還會有幾陣狂風雷暴 現在雷暴警告只是生效 各位今早出門後上班上學 都記得要大靜把傘 以及留意天氣的情況 至於氣溫方面 現在外面的氣溫普遍在介乎21至23度 至於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日會多雲和減中有雨 初時會有幾陣狂風雷暴 雨勢預計到今日稍後會減弱 至於今日的最高氣溫大約是25度左右 風是吹和緩的不至道東北風 離岸風勢是間中清淨的 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我們預計明天開始慢慢會受到一股 偏東氣流的影響 香港未來一涼的天氣會稍涼 而且還有幾陣雨 不過很快到了今個星期的後期 我們又會受到海洋氣流的影響 到時的天氣就會變得潮濕和有霧 各位要注意了 今早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再見